嘿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 我是黑天 好久好久 真的很久没有做一些文字冒险的游戏了 我最近真的是很美疲劳 一直在玩一些恐怖的东西 所以我眼睛疼 最近应该也会把惡灵古宝吧会打完 今天就试玩一款新的游戏了 这款游戏叫做下潜症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以为你这样子以为我电脑坏掉了 这样子音效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曾经这个世界也存在着一个天堂般的时代 我们称之为旧时代 那已经是过去了 天色昏暗 空气中已凝结起浓重的雾气 方式越发强烈 阻塞着人的呼吸 这是红雨即将的征兆 我凭借第一块步走在山路上 必须赶在雨落下之前回到屋子 加固那些防什么防水布 我们的房子其实不过是一个铁皮和木板搭乘的一个架子罢 室内空间很小 只能放下两个睡袋 进去后 连下脚的都困难 我放下背上的黑色背包 一屁股坐在睡袋上 怎么有上你在这里啊 你醒了 叫我叫什么 我的男主名字叫陈晓 你醒了 这一次又是睡了14个小时啊 这么长啊 睡觉轻松的少女从睡袋里冒出来 反复一个懵懵懂的从土底里冒出的地鼠 好可爱 他先看了看我放在地上的袋子 又看了看我 之后再开始用手指打理自己凌乱的头发 土豆 哦 他们用的是2D life那个什么来的 那个技术啊 就VTuber用的那些他们那个建模好像是这样子 对啊在你睡觉的时候换来的珍贵的食物啊 不想吃 好挑食哦 抱怨也没用啊 现在根本找不到别的东西啊 土豆都成稀有食品了 快去烧水 我们准备煮土豆啊 哦 哦 哦 我开始着手修补防止凤烈 而他在两个睡袋间架起锅 当简单炉台里的火升起时 屋里一下子变热了 水煮土豆 水煮土豆 虽然没有味道 又硬邦邦 但好歹足以冲击啊 对不起 这次 我又没能和你一起去 你又为这种事情道歉 我都说了 我不 不会介意的 毕竟是病患啊 哦 这个少女有生病了 难怪 我把这句话憋在心里 眼前的少女是一 是小我一岁的青梅竹马 小 一吗 就念小一吗 极北难念啊 为什么这些游戏啊 把名字 取得这么难念 你们会念吗 这个字 我真的不会念 小西 再念小西 用那个西瓜的西就好了 我干嘛 要这个来念小西 超难 读的这一字 在我十岁时 我们相遇了 幼小的我们就这样一起生活在 在这种平 患而又充满威胁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也成是天堂 不知为何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一次巨型与石撞击一次全球爆发的病毒还是冷球世界的数十年的战火 时间太久了 历史已经在少数残求而孤立的幸存者的记忆里变化 扭曲消失 拥有一个个挣扎的肉体在这个贫瘠的世界相互拼命生存 我并没有十岁之前的记忆 曾经试图找回曾经的记忆 但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下雨了吗 那些严重的腐烂性红雨 让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几乎长不出来 我每天要花十几个小时探探索寻找交换物 带去附近的领地去换取大棚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啊这预算太大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九年 因为我的身体和眼神还不错 这这些工作对我来说不是很难 但他不一样 他患有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 这不是一个例 人们称之为四岁症 患有这种病的人 每天睡觉时间越来越长 直到最后在梦睡梦中死去 长于普通人的睡眠 让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力去某求生机 往往未症到病虫就已经营养不良而死 我救不了所有人 但我绝不会丢下小小西 至少目前来看生活还可以继续 未来甚至会有更好的可能 这样的会更好吗 我都不确定 你给 劈啪劈啪 雨声打着节拍 急在铁皮房顶 让我从思考中回过神来 外面下雨了 没错啊 刚刚我已经把漏风的缝隙都包上了防水布 今晚绝不绝对不会有雨水滴进来 我在后面湿湿的 诶 那里的布掠开了一条缝 他抬起头指着正上方的一条缝裂 叶凤 是漏雨了啊 快躲起来 我换新的防水布 这个水有毒是吧 真的是 我抽出一条防水布冲上去 这水 但大声啊 红雨是不响的 被雨水长时间泡 咸泡人类会感到皮肤奇痒无比 如果 呃 防泡 数个小时以上 更是有很大可能 染上 噬碎症 一旦 患 患上噬碎症 那就真的是 要死无一了 所以在 红雨天气 所有人都会 避免 呃 处于露露天 场所 小西的噬碎症 在我和他认识之前就有了 不知道因为 为什么原因 他发病过 城 和别人不太一样 一般病人 染病后 过过两年 就会死于梦 呃 睡梦中 而他已经患病九年 不一般 主角观看就是不一般 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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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也是女主 一通 忙 之后 那条 缝终于被堵上了 我们一起吃着今晚的晚饭 水煮土豆 血 沾盐 好难吃 而且 枕头还是死了 人 人没有被淋到 就就是万幸了吧 对了 你要你要的零件我找到了 我拿出一个盒子打开盒子 并 割开 层层包 包里的布料后 露出一个小小的金属片 那上面 凹凹不平的藏着许多金属 真业 有些扎手 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惊喜 惊喜 虽然平时一副对一切人与事都无所谓喜恶的样子 但我知道他其实充满了悲观的想法 现在他却满是希望的小心的接过这个战利品 这是 保充完好的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一听感觉像是电脑里面的配件啊 仔细看 虽然上面的针角有些歪 但也许不影响他启动 我来插到这个主板上试一下 他是在装电脑吗 一接触不及到 电脑的消息或者零件 他的情绪就会比平时更加激动 真是电脑啊 我看着他把这个金属快按到了名为主板的大型金属板上面 按下卡扣固定住金属快 帮我启动手摇发电机 这次一定要成功 我听他的话 拿出手摇发电机开始续电 这个是我们两年前找到的珍贵物品 一直被我们保存的好好的 这东西放在我们手里简直就是个烫手的土豆 因为害怕被油马发现抢走 我们甚至都不敢用他来发电照明 明明交给领主就可以换到足以吃半年的食物 但他不愿意不同意交换 由于是手摇发电机 是他启动电脑的必不可少的部件 毕竟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的零件 想要拼出一台能用的电脑 到底为什么会对电脑这么感兴趣呢 在我看来不就是一直只能用来砸人的东西 不砸人都嫌着太沉重的东西吗 太沉的东西吗 你忘了吗 当然没忘 我记得是 我怎么知道 因为他还存留着旧时代的令人 向往的美感 因为你的梦告诉你必须得到他 这个我怎么知道啊 他们以前的那个吧 美感 美感 他仔细的盯着电脑 似乎想要从中看出美感所在 别看了 我是开玩笑摄影的梦对吧 所以说我选错了 无所谓了 其实这款游戏是有两个结局 不同结局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结局 但是我们就静观情变 他还是盯着我 直到我保证自己 刚才绝对再看一下 这件事我到死都不会忘记 他才一点点放过我 从小时候你就一直说自己不断的梦到他 也一定要得到他 真不知道你的执念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啊 他按下了开关 只见主板有亮光散动 在传出一阵风声后 这个金属板变得安静下来 成功了吗 按他的设想启动成功后 显示器上一定会有字 然而 也没抱很大希望启动了 你根本就不会安慰人 反正劝你放弃电脑也是徒劳啊 只能强调一下难度了哦 今晚的雨比以往都要大呢 小事抬起头仔细 聆听屋顶的雨声 在我看来 这只是在他转移话题的 慣用尽量啊 辣伙在狭小的空间里 摇着外面狂风呼唤 今夜的风雨真的有些大 风也很大 这次我们的房子会被吹走吧 那是不可能的 当初搭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不是选了很久才选中的 这个被靠山坡的避风区域吗 我搭建的房屋肯定足够结实 除非风能把山吹走 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也许今晚过后 我们就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两个人 他低下头 我凑过去拍了拍了拍的肩膀 总是那么悲观怎么行 我们也算是一起生活久迭了吧 前段时间还说好 长够足够的交换物 我们就换成鸡盒种子 搭一个大棚自己当领主 你还记得吗 当然 只是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他低这么下面啊 没有害怕 你这不是叫害怕这个吗 那你为什么要躲在睡袋里 还把头埋住了 只是冷了 只是冷了 他闷闷的声音从睡袋里传出来 把灯点起来吧 点灯 那样不会被抢劫吗 天气这么恶劣了 怎么可能会有流氓经过这边呢 而且你不是想看太阳吗 看这阴天至少还要维持一个月 我们自己搭个一个太阳不就好了 我拿出一个木质盒子 里面放着三支灯泡 这三支完好的灯泡 也是我们多年来的珍贵收藏之一 将它们串联在手摇式发电机上 一团炫眼的灯光亮起来 哇好亮 我的眼睛 好亮啊 就像阳光一样 他挡住自己的眼睛 其实这昏黄的光远不如阳光亮 但是太阳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过了 所以此时三个灯泡发出的光显得那么可爱 其实我也想过 灯光现在变得这么值钱了啊 其实我也有想过台风 飓风 红雨 生活环境每每天再变得更加恶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被他传染的悲伤情绪所影响得到 现在的我心情也很低落 每天打开门都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样的生活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我倒是觉得 只要喝 在哪里都一样 什么 风声太大 我没听清 我什么都没说 呃 其实我刚才能了解一点他能说什么了 他摇一摇头又一次把目光转下主板 失误还没放弃找到启动失败的原因 还在执着啊 灯泡的光将他的轮廓勾然的更加柔美 这忽明忽暗的光面前所谓 是大概不过如此啊 你刚醒不久 还有十个小时清醒时间 但是这样的天气也不可能出去了吧 没关系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轮到我首页 好就是说我也要睡觉吗 我睡着的话你自己睡着了不会无聊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 呃 虽然经常做一些幼稚的举动 但我倒是从来没有觉得你像小孩子啊 是吗 那也就是说 你把我当做成熟的女人了吗 呃 那倒不至于吧 我把各方面都撑不上啊 嘿嘿嘿 他好像有点气鼓鼓的看着我 和削了皮的圆土豆一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生气 但这难难得的表情 让他变得有点可爱 明明是看了九年的脸 为什么现在却突然有这种感觉呢 真是太奇怪了 你在看什么 再不睡 烦你陪我一起研究启动电脑 哎 老了我吧 我这就睡 你睡个毛 有美女在你旁边 你睡什么觉 哎 真不懂浪漫 我摆出头下的姿势 然后钻进睡袋 一天的劳动抽干了我的体力 眼皮沉沉的容额中看到他拿起螺丝刀 如果在世界毁灭之前生活 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用那么辛苦了 听说那个天堂一样的国度 真想去看一看 夜里我睡了一点也不安稳 数次醒来迷茫中 只看到他发呆的侧脸外面没有雷 但包围我们的铁板 却因被拍打而发出如雷般的响声 醒了又醒睡了又醒 这时候突然仰慕患有四岁症的人 能毫无无看的人睡过去 就是羡慕 羡慕这个人有这个症状是吗 直到最后我还是醒着 哦 什么情况 一片漆黑中有什么符号在闪动 怎么回事 R什么 RD T E 什么意思 像是在水中下沉 我被一股轻柔 却不可抗力的力量拉扯着往下 这个字母啥意思啊 眼前突然像是被光明亮一个奇异的画面 灰色天空下的世界 灰色天空下的世界 什么什么 这个字怎么念 第一个字算了 立着无数破败的高大楼空石头方块 最高的甚至有几百个人高 那些都是什么 好像是存在于口口相传的描述中的旧时代的景象 下方的废墟中有许多蚂蚁布 人类在其中什么徒步穿梭 或是坐在四个轮子无线转动的铁皮盒子上 更有随处可见到在地上的人类 他们渐渐闭上了眼睛 失去了呼吸 这个绿色是什么 RDT EW 又做了一个字母 但我看不清 我想要凑近的看 却看不到一个人 站在我和那些字母中之间 我想离近 我想离近一点 再近一点 字母和人都消失了 好奇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